肝在人体的哪个部位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何水祥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香化内科主人医师 肝脏在人的右上腹的位置 就是右侧肋子背后 那这个位置 一般的正常人的肝脏 那么在肋下可以摸到 也可以摸不到 那么在大部分来说 在肋下 大夫在查体的时候摸不到了 他主要在肋子背后 右上腹这个位置 那么肝脏是人体 极其重要的一个脏器 它下边有这个肝脏的萌静脉 它吸收的从这个肠细膜上来的 这个静脉 以及脾脏来的静脉的血 然后经过肝脏之后 然后再通过肝静脉 回到下腔静脉 然后再到心脏 同时那边的腐主动脉 还有一个肝动脉在供给肝脏 所以肝脏是 接受了肝动脉的供血 同时接受了萌静脉的供血 同时通过肝静脉出去 所以这样一个两镜溢出的这个结构 是因为肝脏功能特别重要 肝脏首先是一个代谢器官 那么我们人体 为什么会有营养 为什么长大长高 我们不管吃了这个豆腐 吃了豆奶 还得吃了牛肉猪肉 那么这些经过胃的机械消化之后 如何变成自己营养 肝脏在起作用 那么肝脏会分辨大量的这个蛋白酶 像胆质等等 包括一线分辨的这个消化酶 那么这些把其他的一种 一体的蛋白质等等 在这分解消化 变成小缝多态 变成胺基酸等等 第二步在肝脏 把这一种一体的这些 粉碎的小单元 然后在肝脏 重新合成我们自我所需的 这个蛋白质和胺基酸 也许这个胺基酸 或者这个小缝多态 又长到你的鼻子上去了 又长到你的心脏修复上去了 等等 所以肝脏的这个 对外来的这个饮食的东西的消化 是主要的 其次我们不管是你自觉和不自觉 吸收一些毒物 吃进去的毒物 还是其类也会产生一些 代谢的中间产物 那么这机体可能是废物 可能是毒物 这怎么办 也经过肝脏把它加工 合成和处理 把它降解 把它有害的变成无害 无用的变成有用 有毒的变成无毒 这也是经过肝脏代谢的 所以肝脏不仅是合成 分解代谢 还有主动的蜂蜜等等很多功能 像人体的这个热能动力中心 千元气中心 又像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 又像社会上的一个物资回收 再利用公司 这都是肝脏所需要的功能 只有肝脏功能好 我们全身代谢才好 让你长得更健壮 所以我们会同样的道理 大家会看到 慢性肝病病人代谢猛烈 我们会中医讲它面色灰暗 西医也会看到一些肝硬化 晚期的病人 面色发蓝 那么都是因为肝脏代谢 色素代谢猛烈之后 造成这些问题